黃大立委你肯來 我們高興的不得了 黃大立委你肯從後面趕來 我們開心的不得了 黃大立委你叫我們安排什麼 我們就安排什麼 還有總統這一唱的執行 跟叫客 計程車沿途 叫客沒有兩樣 今天可以叫誰上來 明天可以把他放下來 所以蔡英文不夠叫叫客團長 這次外交人員 怎麼敢扛他一聲 他在機場無聊的時候 還要陪他聊天 這個幾乎是立法委很壞很壞的習慣 黃國昌你不要說人家 他不是康南有大學畢業的嗎 怎麼還要人家陪 這一次糟糕到什麼程度 黃國昌他們自己早上的外交部 請他幫忙弄機票安排行程 人家已經夠忙了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飛行途中 還要有人伺候 還要人轉機 要人安排 那些人本來早音就跟著蔡英文 到了什麼巴拿馬去的 還要特別留一組人在那邊 恭候黃大主席 黃國昌這是不是掛電話會嗎 所以網路上在批說 什麼時代力量 變成鐮刀力量 掛過來掛過去 黃國昌我上禮拜五 就跟他在政論節目同台 他還講說我要聲援空姐 我要聲援空服員 我決定不出國了 所以這兩場你在是不是 我在其中一場 結果幾個小時之後 不好意思 他跟著要去跟蔡英文在一起了 真的是這什麼心態 我就完全 美光燈到哪裡 他人就到哪裡 所以他根本是兩套標準 你到底是要拚外交 還是要聲援勞工 你要聲援勞工 我問一個 時代力量在立馬院 為了什麼勞工 我們現在為了勞工做哪些事情 我們現在有國道收費員 還在抗爭 你時代力量做了什麼 結果南鐵東儀那些來抗爭 官場工人也來抗爭 時代力量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沒有做 結果通通在作秀 美光燈到哪裡 時代力量就到哪裡 時代力量在立馬院只有五席 可是他每天佔的媒體的分量 幾乎是夠半數 他們可以這樣搞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受到媒體的寵愛 黃國昌只對女學生跟空姐有興趣 我真的不客氣這樣講他 空姐 因為有媒體 對不對 學生 有太陽花 他就是搞這樣 他最應該去是哪裡 他應該去中國大陸的溫州 對不對 因為中共把柬埔寨那13個詐騙犯 已經送去溫州了 他不是最會抗議嗎 為什麼這次什麼聲音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今天 台灣已經受夠了 這些人 在立法院七七只有五席 可是他要主導全國 因為他在告訴蔡英文 你的天下是我們幫你打的 那所以他的囂張行徑 其實大家也不容 大家也不要覺得奇怪